不知為何本土派的論壇 請到眾都是請到民主黨 建制派的論壇 又是請到眾都是請到民主黨 好像雙方都不願意出席對方的論壇 但不重要 我下回帶我去一個香港發展論壇 跟張志剛、雷鼎明、陳啟宗去談 我希望自己都可以 繼續去扮演這些人的角色 如果大家請不到對方的話 我們在中間夾著兩邊請 我們又在兩邊講一下 希望可以加強到少許彼此之間的了解 那聽說 少許開場吧 我想今天香港社會 為何在這幾年中 講得越來越多香港獨立的問題 我想這個其實是唯有自的 對我來說一直看著社會的發展 越來越多的人 特別是年輕人 他們對於香港獨立的想法 是越來越強的 其實我一點都不覺得很驚訝 坦白說 面對著一個政府 大家有一種很強的 frustration 有一種覺得沒有循勞 我覺得現在這樣的政制 現在這樣的憲制 是解決不了現有的香港問題 我覺得大家有一個疑惑 然後提出一個新的想法 就是過去很少提出的一些想法 我覺得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裡面 其實都一定會出現的 雖然我覺得是一些 對我來說也不是很需要秘技的話題 但當然大家可能意見未必一樣 但我覺得這些話題 其實拿出來討論對我來說 我覺得是 不是一些很大不了的事情 也都 如果我剛才聽到 我剛才聽到陳同泰說 Polly原來她那邊 對於這些討論是很顧忌的 我都覺得非常之遺憾 也都見到 現在這個時間 應該在演藝那邊也有一個論壇 又要轉場地 有什麼油門 我對於眾大人可以在這裡 都繼續用到這個場地 都表示欣慰 但對於演藝那邊 竟然都 都是說容貌抗爭的事情 我覺得那個議題 都不是很敏感的事情 但都不能說 我覺得是很遺憾的事情 為什麼會越來越多人說獨立呢 我覺得 剛才幾樣的證據 或者幾樣的現象 其實都已經在說了 當很多人選擇了 去逃避 或者去避忌的時候 其實反而是令到大家 如果覺得要討論的聲音 是越來越大 我覺得這是一個 所有香港的社會 特別是很不喜歡香港獨立的 都必須要面對的一個問題 你越打壓 那些人的討論就越多 只要10年 你不是禁止了它的話 可能在大陸的熱潮 是沒有那麼強烈的 但是現在你要禁止它 其實大家的熱潮要強烈 我覺得香港 在大陸 在美國 在台灣 在哪裡都是一個相同的現象 我覺得這個是所有當權者 或者所有用權力的人 必須要靜視和理解 當然 回到正題 大家都知道民主黨 是不會支持獨立的 一直以來 我們都在說一些 爭取民主的事情 在今天這個位置 我會去說的 民主黨的副主席 是不會有個人意見 我再一次強調 而我亦都很相信 我和民主黨在一些事情上面 在一些那麼重要的事情上面 那個意見也是每一致 為什麼會不支持 或者是不會去爭取 香港是一個獨立的政治體系 我想其實有幾個原因 第一件事就是 究竟實際上 我們在香港這個社會去創政 我們一個在香港蠟燭的政黨 究竟實際上 我們在做的是什麼 我相信每一個在香港蠟燭的政黨政脫 或者在參與論壇的朋友 其實都是希望 香港的市民 我們可以有一個比較好的生活 我們對於自己的生活是有掌握 我們對於我們的未來是有掌握 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 也是最核心的一個 所有參政的人 應該 我相信是 每一個核心參政的人 都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思維 當我們想到 怎樣是為香港最好的時候 我們也要去看很多不同的選項 從前 香港獨立這一項的時候 可能大家想少一點 現在提到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要考慮這個問題 也是一個非常理性 武神 合理有科學 我相信這一個在民主黨裡面也是 但是 為什麼我們覺得獨立不是一個選項 我想有幾個原因 第一 原因是 在過去這幾十年的香港的歷史裡面 香港由英國政府 回到中國政府 其實我們過去在經歷的一個什麼狀態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 其實大家都很明白 在獨立國裡面 他本身就沒有什麼地位 但是他在1971年 然後獨立國 其實就已經承認了 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去繼承 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獨立國的中國代表團的地位 這是一個國際政治現實的狀態 大家也都明白 香港在同一時間 在七十年代的時候 亦都被踢出這個靜民地的名單 亦都是因此 在1997年 香港會國的時候 是沒有一個 所謂的公投的 一個自決的程序去出現過的 大家也都知道 在過一段時間裡面 英國政府其實 他去跟中國政府去談判 講香港前途問題的時候 香港人是沒有一個參與 我覺得這個沒有香港人的參與 這個狀態 是令到香港人有一個 很強的無力感 在當時 在現在再去 走一轉頭的時候 亦都覺得當時 好像大家沒有參與過 為何今次我不參與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很正常 也很合理的現象 當時在我們沒有參與的過程裡面 當然大家 就看中國和英國究竟談些什麼 雖然我當時還沒有出生 但都是看歷史文献 看看 當時中國對於主權的問題 非常強硬 英國一來 他協於主權的強硬 二來 你見到戴帥爾夫人當年 其實他是很希望 在一些揭密文件 看到的 即是一些記憶解密 做一些文件 你看到 當年他們的考慮 其實就是考慮 究竟英國在中國 未來的影響 是什麼 和英國在中國 未來的生意 的盤說 所以在和中英談判下 但英國其實沒有盡力 去為香港人 去爭取一個 香港人自己 可以說是的 一個民主的自由 在《專業合聲明》裡面 他寫很多 香港人的 基本生活方式不變 那些東西 但他是不寫民主下去 這也是英國 在當年 去和中國談判的時候 一個 出賣了香港人的 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但剛剛來今天 我覺得 有一些政治現實的問題 是我們不能夠否定 中國在現在世界的地位 你說它是黑人爭 也好 也好 我完全同意 但在現實上 在政治現實上去看的話 其實這個現實社會環境 就是它在國際社會裡面 那個影響力 是比80年代 超過一千倍 你看到它的經濟影響力 和在它去80年代的影響力 亦都是不能同日而遇 他對於主權的一個重視 他對於主權的一個 的考量 亦都是一個 即是當年和今天 其實是沒有什麼分別 他也是非常非常之重視 你看到他最近 看到那些 香港人的造黨成立 然後走出來 大人 你知道 有些地方 他是 一些我們需要看得清楚的 一些現實社會的情況 當然 看到這些現實情況 大家之後 可能就準備 又批評我 這些現實 只是說政治現實 沒有什麼想 但我真的很相信 一件事 如果我們在處理政治問題的時候 我們不看政治現實的話 其實和空想是沒有分別的 所以 當我們去考慮這些 政治現實的狀態 在我們香港社會的狀態之下 我覺得對我們來說 現在這一刻 究竟一個怎樣的 未來的社會 才有出路 其實我覺得 是一個 香港人 能夠找到一個 自己的 政府 找到一個 我們自己熟悉的政府 有權利 去選擇一個 我們自己心想的政府的時候 有很多問題 就是未必是需要 上升到一個 主權的層次 剛才大家說很多的問題 說很多中國怎樣再植民 說很多中國的影響 說很多中國的黑人爭 怎樣去搞壞香港那些 我完全可以同意大家 完全沒有問題 但問題就是 我假設你香港獨立了 你真的覺得那些問題 是解決到的嗎 你看到台灣現在的狀態 它某程度上 都是一個很獨立的 自己一個個體 自己選自己的總統 自己選自己的政府 雖然中國繼續不承認 它是獨立國家 但是它繼續有自己的邦交 究竟在台灣 是否就可以避免到 中國那種的經濟 社會上的影響 不是 究竟 即使我不講台灣 我不講台灣 我講其他 其他一些 真是很獨立的獨立國家 但是 究竟是否中國 那個影響力 是因為它是獨立國家 而它會減少呢 我覺得這個 大家真的要認真去討論一下 特別是 我相信在香港 這個地方 就算我當你真是獨立了也好 在地緣上 我們比台灣更加接近 它在隔壁 即是在隔壁 那條線在隔壁 你走過一點就已經在中國 然後在香港近一點就能夠講 打出大陸的 那 一個這麼近的地方 它對你的影響 我相信 即是 你一個 怎樣獨立的個體都好 它對你的影響仍然是存在的 我覺得這個 就是大家要去面對的 一個現實的問題 香港獨立也好 也好 其實 解決不了大家 現在整個問題 香港 現在很多的紅色資本 就是獨立了 那些紅色資本就來香港嗎 是吧 即大家都是賺錢 你看看 那些紅色資本 就是賺錢 也好 也好 它來到香港的時候 它要按照香港10的法例 去做一些 註冊 要去做一些 工作 要去符合 一些要求 才可以在香港開公司 然後在香港去做交易 那現在它是合法的 我程度上 那些合法的東西 是不是我們的法例 因為它是中國的資本 所以才優惠了它 讓它可以來香港 不是 因為外國的人都可以來香港 不是 因為香港的 所謂我們方便營商 這麼多年以來 是很容易 可以讓大家 去成立公司 在香港做生意 所以我覺得 大家去討論 或者去界定這些問題的時候 去到一個主權層次 覺得主權說完之後 就有其他的問題 可以比較容易解決 我在這裏 我覺得 並不是一個實況 這件事 我覺得其實 現在我們去面對 香港社會的狀況的時候 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 大家剛才都說 什麼叫做香港人 但是香港人 是不是一定要向一個 所謂民族的方向 所謂一個 主權的方向去處理呢 我覺得 又不一定一定是 這樣 香港人是一個 一點的身份 香港人是應該如何去界定 有什麼人是可以成為香港人 有什麼人是不可以成為香港人 其實這些東西 有沒有主權 其實都是可以處理的問題 老實說 老實說 即是說真的 問題是 當我們去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有幾大的力量 去創造出自己的一個定義 如果我們說 主權 你是覺得是可以解決的問題的時候 其實 某程度上 我都說 我可以重新寫那個基本法 令到大陸的東西難一點進來 大陸的人難一點去做香港的居民 其實同樣 是一個道理 那為什麼一定是透過主權去解決 而不是一個 在現任我們的基礎底下 去做一些修訂 然後在現任的基礎底下 我們去做一些改變 去嘗試 去做一個效果 為什麼主權的問題 必定要是 大家的最終答案呢 我覺得這個也是 因為我現在都未想得很清楚的一個狀況 大家雖然說了很多次 但是我不知道是 我吳姓未九 還是什麼原因 我到現在 我都未能夠很實際地 去解透大家的想法 因為剛才聽 鄭松泰也好 聽到斯坦也好 其實那個說法 他們說出那些問題 然後認為主權或者獨立 是唯一的方向去解決問題 我覺得這個 我希望大家都同樣地 是可以一起去想這個問題 究竟是不是 唯一的方法去解決現在的問題 獨立是否就等於 可以處理到這些問題 今天我 大家一會兒都可以繼續去討論一下 或者他們可能又可以 再解釋得詳細一點給大家知道 我將我的時間 先講到差不多 大家一會兒都可以慢慢再談 是 是 當我們特地去做了一個選舉宣言的時候 我特地在我們的宣言裡面 其中一句就是 香港獨立會是其中一個必然會出現的選項 當時我特地就到這一句 即使燈對著鏡頭 大大聲地說 原來的結果就是 現在的電視 經常都在播類似這一句 而我在剛過去的一個星期 不斷不斷收到不同的親戚 家人 打電話來跟我說 喂 喂 雲川傑你搞港獨 類似這些 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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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電話 一直都打過來 在中間 其實 我們又去討論到 一個港獨的問題 你會發現 當去到講這個問題的時候 大家會拿著兩件事 第一就是 他們會很害怕 第二就是 他們會說 喂 究竟港獨是不行的 香港沒有這個條件 那我們 很開心 今天來到這裡 有一個討論的機會 去到討論 香港 是不是一個獨立的條件 而這個 是不是我們接下來的出路 如果真是 我們用一個很理智 一些客觀的事實 去到討論 香港 有沒有一個條件 去到做一個獨立的話 其實 我前度上是有的 首先 香港 有一個屬於自己 健全的一個政治體制 一個的政治體制 是完全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另外 香港也都有自己一道的司法制度 雖然 我們的特首 或者警察 都嘗試 去到用不同的方法 去挑戰我們的司法制度 但是很榮涵 我們的司法制度 依然還有一條底線在守住 除此之外 在財政方面 我們香港的財政 是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們中間有另一個從屬的關係 所以在這裡 其實我們程度上 有一定的獨立條件 另外 在我們的社會和福利制度裏面 我們亦都有一套 完全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社會福利制度 除此之外 我們在我們的宣言裏面 亦都有說到 香港和中國 是一個不同的歷史背景底下 我們有所謂我們自己的文化 我們用我們自己的中英雙語 我們用開我們自己的整體中文字 我們亦都有屬於我們的本土產業和文化 以往上一半年代 大家都會看TV的講劇 雖然現在越來越高 另外 我們廣東歌 在上一代 亦都是一個很屬於我們 很值得誇獲的文化 以往我們拿這個廣東歌出來的時候 其他華人地區都要學廣東話 來學我們這些歌 除此之外 在國際上 我們最近也有很出聲的一些 香港的運動員 在一個國際裡面 發表香港可以出選 香港其實一直都用獨立的身份 參與很多的國際組織 而在香港在國際上的地位 因為其實影響力 比很多聯合國認名的一些國家 其實大很多 另外 剛才也有提到 香港和中國 雖然在地理環境上很近 但是在一個邊境上面 其實我們有一個很嚴謹的管制 英國的管制 甚至比歐洲很多其他國家 都依然在嚴謹 所以其實本身 這些香港其實有一定的條件 是掌控獨立的根基 但是當我們去討論 香港前度獨立是否其中一個選項的時候 就引來了很大的迴響 以及引來了很大的 因為老程度上有一部分的恐慌 究竟原因在哪裏呢 究竟我們去討論這個獨立與否的時候 大家都會有一個疑問呢 其實背後有很多不同的問題 首先 我認為第一 就是當我們去討論港獨這個問題的時候 大家 特別是上一代的時候 其實是有一種恐慌的心態 大家都很害怕共產黨 當我嘗試去跟一些上一輩的人 去討論有關於港獨問題的時候 他們是說都不敢說 因為他們見證過中國共產黨是如何的殘暴 大家知道天安門事件 大家知道文化大革命 他們上一輩的人 特別是有一些在上一代 來到香港 現在是安居樂業的 一些上一輩的人 他們面對這個情況 當他們去到港獨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提出這兩個字 就會勾起他們一些很慘恐 很恐怖的回憶 所以他們為了害怕清算 為了害怕清算問題 他們是連港都不敢說 這是其一 除此之外 在一些政策上 其實香港和中國 在過去的十幾年 拿著這個中港融合的前提去說 我們其實中間的關係 在過去的十幾年以來 其實越來越深 變相令到大家覺得 我們扔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話 我們會還有一個獨立的條件在這裡 一個其實是 無論是建制派或者是法民主派 其實在這個話題上面 其實他們都是 令到中國和香港中間的關係 加深很多 建制派不用說了 他們在一個地區和政府宣傳上面 其實不斷強調中國人的身份 而且還會軍團推行的小孩教育 大家看到一些中學生 小學生 其實每到七年的時候 他們會舉國旗 唱國歌 這些東西 其實慢慢是令到大家 對於中國骨子裡面 有一種一層的 有一層覺得 我們會不會是一個中國人 一份子 其實是慢慢一步一步 在我們的骨子裡面 中了下去 其實這些東西 另外 另外 泛民的一些政黨 也都把中國裡面的議題 其實放在香港裡面 去討論 例如 每年都會說這個六四 會有平反六四 這些其實 除於中國的問題 其實慢慢都放回香港 去討論 其實中間這裡 其實慢慢 令到我們香港和中國 他們中間的聯繫越來越強 變相 令到我們思考前途的時候 我們有一層又一層的加數 這是其中一個問題 另外 剛才我講到 就是一些主流的媒體上面 其實腳不斷 宣稱一個中國 香港和中國中間的關係 其實我們的媒體 就是 主流媒體全部 都是委託上 有一些政治立場 而很多的政治立場 都是比較親向政府 亦都是 對於港獨的立場 亦都是不合 所以根據這些問題 這些前置之下 我們去到討論 這個港獨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說 有沒有一個這樣的可能 大家會不會有這樣說 這個問題 所以剛才我們 去到討論 港獨與否的問題的時候 剛才 剛才譚先生說到 香港的民族 那樣的東西 而我們 又正正 拿香港民族 這件事 作為它去前提 去到討論 香港令人的前途問題 剛才我提到 當中最重要的一個 討論港獨的前提 大家最不敢說的 就是一個恐攻的情緒 而當中 如果我們建立了 一個香港的民族性的話 其實 我們可以在一個 理性的環境下 重新認識自己一個民族 而重新認識 我們自己 香港人本身的身份認同 當我們去到討論 其實我們 經過這個心態 在背後底下 是假設了 中共可以跳過 香港以傳的法律制度 去到清算我們這一群的人 而為什麼我們 不同一時 相信我們自己 那個政治制度 相信自己的法律制度 維繫我們自己的法律制度 去到防止這些事情發生 其實 我們說香港的民族性 我們需要由政策 需要由教育 各自去到 重新建立 我們香港的認同 還有 有些文化 文化上面 我們剛才有講到 有關於廣東國 其實我們需要 建立香港人本身的群毛 說一個例子 很多人都會問到 所謂的一個香港人是什麼 之前有報章報道過 梁天琦 他明明是出身於香港的 但是 有沒有人會去懷疑 他是否一個香港人 香港人的還族性究竟在哪裡呢 是在於 你願不願意 視香港為你一個唯一的地方 願不願意視香港為你的家 對香港的無辜貴族感 對香港任何一個的自主 對香港任何一個的鑽定意識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一點 而當我們中間 建立不到一個的兩足城 大家是願意 站出來守護這個地方 願意就到香港 守護這個地方的時候 中間前面我們講到 有關於香港的問題 有關於一些歷史上的問題 我們重新去面對的時候 我們就是有一個 在理性的根基底下 去考慮香港的前路 我們希望 現在我們可以 遇到香港的前路問題 此時我們首先定立 令到香港人認清我們自己 不是真的 一定需要靠中國共產黨 我們都依然可以生存 這個就是我們 對於香港未來的想像 是的 zyna 坦白